哈囉大家好,歡迎又回到星期三拯救計劃之博客來了的單元 我是星期日拯救計劃的二日,這次的任務就叫我要來好好寫字吧 言下旨意就有一種好好做個人辦年二日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如果想要好好寫字的話,會用到哪一些小東西呢? 首先拿出了這一個,一拿出來我想大家立刻心中就 喔,這一個喔,因為吳竹在推出這個空心筆的時候 一上架立刻就洗版了各大版面,為什麼呢? 我想應該是因為,像是如果,平常如果你有在玩鋼筆的話 那個墨水啊,一桶一桶的放在那邊,感覺是有生之年呢,你都用不完的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這個墨水你可以把它拿來填充到一些其他東西上面就會蠻有趣的 它是硬筆的筆頭,它之後好像還會推出軟筆的筆頭 好的,今天要關的墨水呢,首先我選了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大家看,它是不是封面長得蠻美的呢? 而且是富士山呢 它這個系列的墨水呢,就是希望能打造出像是富士繪風格那樣子的顏色的墨水 好的,聽聞就是放進去,然後到八分滿就要趕緊拿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來把它放進去 喔喔,大家,它吸得蠻快的耶 你們有看到嗎? 喔喔,好,應該到了應該到,八分滿 喔喔喔喔,大家要朝我手,這邊逼近 在下一步呢,當你吸完墨水之後 你要做的事情呢,就先把它擱在旁邊 然後把它放在衛生紙上面 稍微的,就是這樣子,就是這樣子擦拭一下 好,這一頭呢,給放下去 把鼻的尾巴呢,這樣子,這樣子弄完對不對 這樣弄完之後,大家我現在是表現出很沉穩的樣子 因為我剛剛可是偷看了阿甘的直播啊 然後還有很多大家的那個,弄這個的直播 然後,所以我才可以表現得這麼沉穩 好,這樣弄進去,這樣塞住了 然後塞住之後,就等它,呃,弄就是墨水出來之後 應該就可以寫囉 所以我們這樣,欸,超Easy的掛好第一支墨 而且,而且大家你們看我,兩手空空,呃不是,叫什麼 我兩手超乾淨的,我原本以為我會弄的 就是下場很,很,很,很奇才,就沒有耶,大家 而且我,真的要很老實跟那說 我原本其實一開始在用之前啊,我還會 我,我覺得我會,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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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就是,我會以為它會出墨不順的,因為它不是剛剛就這樣吸起來而已嗎 所以我不相信它會出墨很順,但沒有耶,大家 就是它的出墨是非常順的耶 第二個選了這一個,也就是藍農道具屋,夏季限定色 然後,說到這一個道具屋啊,可能有在玩鋼瓶墨水的 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因為它就是台灣自己的製造墨水的品牌嘛 我剛才把它寫出來你們看看 你們自己瞧一瞧 真的有一種銀銀 可是其實又沒有那麼銀 所以你的字也還看得蠻清楚的 總之是一個非常真的蠻清爽的這個綠 你們瞧 最後我還選了一個這個 說到這個寫樂的四季池 我覺得我好像不用多說什麼了 就是應該在家家裡人手 可能五瓶吧對不對 那我選了一個 中秋 喔這個好快喔大家 欸它飛毛腿欸大家有沒有 但我剛用這個寫樂的重球 我覺得寫樂四季池的系列 感覺都還蠻適合用在這裡 因為你看 感覺是非常沒有問題的對不對 好大家那練完中文之後 讓我們來 阿伯也準備了英文了 但是這個英文呢 你們看喔 它其實是蠻簡單的給了你 像這樣子 啊這個一套也是五足出的 所以裡面你會獲得兩張 這種可以練習的這種四鞋子 然後再來你可以獲得一個 五足的軟頭筆的這個水筆 對我們就先來練習看看 就是要 要給你多粗給你多細都能 承認的這個方法好了 好粗可以這麼粗 然後中間一點的細 然後跟很細 好像還不夠細吼 我這 等一下喔 粗 跟中間一點 然後跟很細 喔 這比較有 大家有沒有 好 有嗎 嘿嘿 我很細做不好對不對 還是我很細要拿 很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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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細有 很細做好了 粗 喔太粗了大家 等一下 我現在粗 然後細 你們說我有在很細嗎 我 我人生怎麼這麼粗呢 大家 我好像一副還行的樣子耶 那我們要不要寫一個這個 Happy大家 哇 寫出自信耶 大家 寫出人生第二唇 哈哈哈 不至於 欸還蠻有趣的耶 我覺得 好的 那既然剛剛有好好的練了字 現在就來寫一封 分手的信好了 然後 使用的就是MD加的 MD的紙呢 非常的不死白 然後同時之間呢 就是一個恰到好處 而且 讓你看著非常舒服的一種 簡單 可是它其實不太簡單的一種紙 大家 在經過了好幾分鐘的思考之後 我覺得 分手信實在太難了 我寫不下手 哇 大家好 於是大家 我決定要把我同梯 她之前跟我分享過了一段句子 她說 這個句子太美了 她如果有洗衣帖的話 還要把它印在洗衣帖上面 我決定以此為改編 但這個句子真的是超級超級美的 剛好在這個地方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哇 我發現我寫錯了耶 願你能找到這個人 就是不是我是什麼天啊 我應該寫 就算不是我 或是縱使 糟糕了 天啊 我這個會太挑釁啦 我老天啊 這樣啦 縱使不是我 縱使不是我 但我很相信你會找到這樣的人 而且我也覺得你值得找到這樣的一個人 大概是這樣子 我的分手信 我的分手信 這樣希望對方能懂 OK好啦 那今天一起好好寫字的單元呢 就到這個地方 啊 我要跟大家說一個 BIG NEWS 就是大家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25元的這個折扣券呢 竟然 不知道為什麼的 被加菜了呢 大家 所以從這一次開始 會變成50元耶 50元就還真的挺有感了吧 一個除了Double之外 而且大家知道 如果你用50元買一個雪魚相似 裡面有多少條嗎 這樣大家應該就會感覺到50元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後 其實我 剛剛在自己寫這些這個練習的時候 我覺得它真的還蠻適合 如果你今天一整天下班 或是說你 呃 今天一整天 可能上課或幹嘛的 回到家之後 覺得很想要 做一點什麼事情 但又覺得有點太累了 就心累的話 我覺得是蠻適合 你就拿一個這樣子寫 然後就這樣子跟著 這樣寫寫寫 某個程度來說 我覺得它的紓壓程度 不比你可能寫一個手帳或幹嘛 因為寫手帳的話 你可能還需要思考一下 但這個 完全就是可能 可以稍微放空大腦 然後做著一直 重複性的動作 所以呢 雖然阿伯記得這麼多作業本要我寫 但其實我沒有很怪他啦 好吧 OK 那我們就下一次的文具開箱單元再見囉 大家 掰掰